《小洋葱妈妈》 看了这个《去找小洋葱妈妈》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很深 就像这个片尾在结束以前要说的 这个失智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我知道在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有很多的失智的家庭 那这些家人来照顾失智者这些老人家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们看到了去找小洋葱妈妈的时候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 这一个失智者这个时空的一个错乱 比方说他的成长中间 我们如果关心了解 站在他的立场在想到他所说出的话 以及他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会舒服很多宽慰很多 这是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希望大家看 我更希望的是 我们借着这部电影 让我们深深的了解 如果说有失智的家庭 我们用什么态度 来去了解他们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上帝赐福你们 这部电影 我可以忘记了 即被遗忘的时光 最令人笑泪交织的电影 台语版 锅子前 王嘉谦 温暖现身 林志玲友情推荐 6月13日 去看小洋葱妈妈